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华夏经纬 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日前宣布 出云及直升机驱逐舰加克号 已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阁附近海域 进行F-35B战斗机的舰上起降试验 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二次进行F-35B的舰上起降试验 也意味着加克号正在加速变身为航母 据悉此次赴美期间 加克号将在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支持下 测试F-35B从舰上短距离起飞和垂直降落的能力 同时还将验证飞机通过升降机转移至机库的流程 确定航母机库 弹药库及其他舱室的改造方案 以及在加油检修停机时确认各种设备的尺寸又无问题 测试结果将为出云号和加克号的后续改造提供参考依据 按照计划 日本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的航母化改造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针对飞行甲板和起降系统 具体包括将舰手部分从梯形改为长方形 重新粉刷标识线 为甲板涂装耐高温涂层 以承受F-35B发动机喷射的高温气流 为F-35B配备滑越起飞甲板和垂直降落辅助系统等 今年3月 加克号已完成了第一阶段改造 初云号也于2021年完成了第一阶段改造 并进行实机起降测试 第二阶段主要涉及舰体内部结构改造 包括机库 戴药库等空间的重新规划 及航电系统的升级 具体改造方案由日本和美国论证决定 初云号和加克号的后续改造 已于2025年初启动 2027年3月前完工 除推进各项测试外 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试图从F-35B的使用国手中获得数据 在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意大利海军加福尔号航母访日期间 日方与其旧F-35B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交流 2023年11月 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美国东海岸进行F-35B测试时 日本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就曾派代表前往观摩 目前 日本已订购147架F-35 包括105架F-35A和42架F-35B 其中 首批6架F-35B将在2024财年末交付 由航空自卫队负责接收并开展训练 因此 此次航空自卫队也派出了约20人随加克号前往美国参与测试 分析人士指出 加克号的航母化改造进度加快 但距离行程初始战斗力并践称航母战斗群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即未来发展主要兽三方面 因素影响 一是第二阶段 改造进度 该阶段主要针对舰体结构和配套设备进行改造 涉及内部空间的重新规划 能否按期完工存在不确定性 二是舰载机交付情况 当前 F-35A技术更新导致交付一再延误 日本订购的F-35B很可能无法按期交付 将对加克号的后续测试造成影响 三是体系协同训练效果 航母战斗群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意味着从舰艇到舰载机 再到预警和雷达等系统已整合完毕 加克号如今仍处于早期改装阶段 代航母化改造完成 且部分舰载机交付后 才能探讨体系配合等问题 对此 中国国防部西班发言人张小刚大校指出 近年来 日本加速作战力量体系调整 加快新型作战领域建设 发展远程进攻能力 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倾向更加明显 这严重违背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 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 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而不是倒行逆施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